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刚踩好的地 你再给我踩脏了 可以啊 没想到你手够巧的 不愧是靠手艺的江湖人 今天这娘的寿宴 晚上就指望着你一个人忙活呢 等等 我一个人 表妹呢 黄文吉说了 今天表妹身体不舒服 所以你只能靠你自己了 身体不舒服呀 我看 就是人家黄文吉知道心疼人 我也会心疼人啊 这袋的钱拿去 出去买菜 剩下的你随便花 想逛多久逛多久想买什么买什么 只要别误了今晚寿宴就可以 剩下的 我帮你弄吧 怎么样 给我贴心吧 真的 等等 我帮你弄吧 我帮你弄吧 哎呀 我帮你弄吧 好 好 好 我帮你弄吧 你弄吧 你看看看什么 。 你不赔光 贵的 原来不是招啊 想当初我第一次偷东西被抓的时候 就是这么大 不许好 你们放心 我不是来抓你们的 我就是想告诉你们 你们一旦入偷盗这一行 这辈子可能就很难赶过来 要是以后遇到了重要的人 他们很有可能就因为你们是小偷 不会爱你们 不会亲近你们的 你在说什么呀 这位大婶 你教谁大婶呢 不吃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你是令我愁断挤移育食的 我们没钱就要饿肚子了 都能 CS если 我把这些碎银给你们 你把偷的东西还给我好吗 希望她们能改写归正吧 这是好东西啊 抓追啊 不对啊 我跑什么 我是成六的王妃 所以我要光明正大地将东西还回去 虽然没能抓住那几个小孩 不过小的相信王妃一定是见义有味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 小的一定会查清 还王妃一个清白 拜托了 我真的没偷 我真的只是为了帮那些小朋友 我知道你不信 但其实也没关系 总之我 你看 疼吗 不疼 诚氯 你干嘛 嘴硬 你 你要干嘛 上来 可是 可是什么 我相信你 可是不是每次都是我背你吗 走吧 来 来 来 吃糖喽 你的 说好 大友 这件事情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嗯 好了 去吧 走吧 走 走 不过 这就是你所设计的剧本 啊 这也太拙劣了吧 崇洛他肯定不会信的 哎 这你就不懂了吧 溜溜溜他信也好 他不信也罢 他这么好面子的一个人 一定会查清楚的 但他现在什么也没问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 他已经完全信任你表姐了 真相已经不重要了 对吧 然后 他也把这一切 都托付给你表姐了呀 嗯 汤来了 来 儿媳 别忙了 快入座吧 我呀 没曾想 这辈子 还能过上这样的圣辰 娘 娘这是高兴 自从嫁到崇王府 就没有一天 不提心吊胆的 以前是溜儿他爹 现在是溜儿 我就想啊 如果有一天 能过这平平反反的日子 像现在一样 一大家子人 在一起吃个安安稳稳的饭 那得多幸福啊 不过今天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这一切 多亏了我的好儿媳 儿媳啊 娘这第一杯酒 敬你 我有这样的好儿媳 我真是太高兴了 所以今天 我要做一个决定 这是我们崇王府 大大小小 所有房间的钥匙 今天 我正式交给你 从今往后 你就是崇王府 管事的女主人 拿着吧 拿着呀 拿着啊 我从来都没有想到 过生辰会是这么幸福的事 你 傻孩子 以后你过生辰啊 我让六儿给你庆祝 一定比现在幸福多了 哎 我记得你的生辰 是什么时候来着 娘 小大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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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家母寿宴 你若是想讨杯寿酒来喝 也不必如此兴师动众吧 王爷 小臣今日不是来喝酒的 还是来拿刑部要饭的 胆子太大了吧 我堂堂崇王府 什么可能会有刑部的要饭 王爷 看来您并不知情 奉旨缉拿江阳大大王瑞秋 或者说 您的王妃